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北京的一块雪 你知道吗 北京现在已经下了三场雪了 它的第一场雪是在11月1号那天下的 突然下雪了 确实影响很大的 一般很多菜都死光光 白菜就有受冻了 这么多流感呀 什么这饼哪饼呢 虽然说过去人吃的不那么好 但是没那么多得病的 就是跟天气气候变暖 气候变化 我觉得关系太大了 气候变化无处不在 气候变化影响着你我他 达成一个全球的协议 不光是一个政治家的工作 也是我们每一个民众需要做的事情 因为没有这个绿色的地球 也就没有我们生存的家园 大地震中我们感受到 失去家园的痛苦 所以在面对全球变暖的时候 我们更加应该团结起来 保卫地球这个大家园 我觉得应该不要设计了大烟囱 那大烟囱污染了环境 减少碳排放 让世界快一点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破赖媒结的时候 这个地球极须远救了 因为粮食这个价格太 蔬菜价格涨得太高太高了 以后将来真的是怀疑我们有没有饭吃了 已经是 希望大家放下嘴边上一口肉 化成豆腐 加少碳排量 保护地球 我大乎 我行动 天能天白 从我走起 希望不要再有冰川融化 不要再有陆地被淹没 不要再有任何人和动物失去家园 人类属于大自然 人类是自然的孩子 不是自然的主人 我希望我的家乡将来会更美 遏制气候变化 需要每个人参与 特别是每个青年人参与 因为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 这个是我们的BB 就会出生了 嗯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保护地球 嗯 我希望能够在这次气候大会上 每个国家都能够做出自己应该所做的事情 我们是各国领导人的行动 而不是承诺 掌教气候客不容管 耶 小鸟在远去 冰川在消融 Let's do something from now on cause we love the worl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